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夫人外交的部分 问一下严老师 就是说习近平夫妇2月11号 有向着美国林肯中学的学生 回赠新春贺康 那当然大家就来关注一下 这个彭丽媛她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不是一路走来 包含这个夫人外交 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就是尹其岳 每次出去大概 她那个漂亮的太太都会跟着 那确实是有一些帮助 那彭丽媛过去不太多 但是上一次在旧金山她有去 那就感觉上会比较积极一点 拜登的这个太太 就是拜登的夫人 她是只能帮拜登去 单独去非洲去 就是或有些场合 她等于是拜登年纪大 不能够去的 她会单独去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亚洲地区 这个第一夫人比较少做的 像比如说 就是你应该是可以单独 来做外交 那过去Michelle 那个奥巴马也是会如此 那这一个 那现在看起来大陆 还没走到这一步 还是好像就是 这个国家领导人的 跟着来做 那其实你知道 第一夫人 过去他们都会 在美国的话 都会就 就是他会选一样 他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可能是帮助弱势的 可能是帮助这个 就是说我们讲说提高 这个适制率 帮小孩念书什么等等 或者有一个像柯林顿 就是希哈瑞一上来的时候 他觉得还要关心的是 这个健保 都可以找一些 但健保这个议题 稍微大强了一点 最后来他也失败了 如果你找一个软性的议题 我觉得也可以 甚至我觉得像彭丽媛 如果要找 他应该可以找一个 比较去关心一些软性的议题 像欧巴马的这个Michelle Obama 他就是去关心 在战争当中后遗症 这些军人 退役军人的 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他会去关心 所以应该是要找一个议题 那我觉得中国你应该去 中国有很多的议题 是可以关心的 包括现在他们自己 这些年轻人到了都会 找不到工作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会去 是有一些议题可以去找 但是如果是只是跟着 这个国家主席一起出访 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不够 就是应该要跨出更多 那我觉得同样的 尹锡悦的太太 也是应该要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韩国这样子 贫富那么差距这么大 然后韩国也是有很多 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他应该可以去找 找一个稍微软性一点的议题 都可以 然后来展现他 在这个政府当中 可以扮演一个配合总统 或者配合国家领导人的一个角色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艾斯姆尔 2月9号 晶片制造设备商艾斯姆尔 首度展示 他们新一代的这个 极紫外光围影设备 就是所谓的EUV 这个大小 大约是一辆双层巴士 价值是 大约是3.8亿美元 可以在这个8奈米半导体上 列印电路 而且比前一代还小1.7倍 当然呢 就希望能够保持 他们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但是呢 由于美国试图遏止这个尖端技术 出口到大陆去 所以这些设备 不会销往中国大陆 这个问题问一下大倩哥 对 美国现在动辄 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嘛 然后对中国大陆进行科技封锁 那么其实他这样的做法 也是违反自由贸易的精神的 就是对于像ASMO 或者是很多的这些 半导体产业的这些大厂 他们都是国际型企业 你知道就说 什么叫国际型企业 就是他们的股东 不是只有在美国的 不是只有在这个荷兰的 他们股东可能是全球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些公司都应该要为自己的股东 谋求最大的利益的 比如说现在台积电 台积电很多股东都是外资 所以台积电做政策的时候 不可能只考虑台湾的利益 他一定会考虑到 他自己股东的权利为优先 这个是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就是这个甚至更久了 那么这个自由贸易的 一个重要精神 然后这些跨国企业 他们的运作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但是现在美国寄出了国家安全这种方式 然后来限制自己的产业 对中国大陆进行技术输出 甚至还限制其他国家的产业 这个ASMO 荷兰ASMO 然后日本的半导体的化学原料 他不断的做这样的方式 其实他只会造成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什么 第一个后果就是 因为美国这样的压制跟围堵 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会形成了另外一个 要奋发图强的动力 那么也许在短期之内 这样的围堵跟封锁会有一点效果 可是长远来讲 中国大陆会被迫 自己要完成一条半导体生产链 就说半导体设计 什么相关的制造的流程 一路到EUV或者DUV的生产 他都必须要做得出来 否则接下来他可能就会面临到 半导体的缺乏的困境 所以你说中国人做不做得出来 其实我对中国大陆很有信心的原因 是我一直在讲中国大陆有14亿人 美国加上欧洲 他全部的盟友加起来都还没14亿人 你说中国大陆那14亿人 比不过那些国家吗 我不认为 那只是因为过去 在一个全球分工的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可以去做 对他们更擅长的事情 而把这些工作丢到其他的国家 然后借由自由贸易的方式来取得 可是现在你被逼着 就是我要自己生产 那么所以接下来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做 他正在做半导体图强的过程 那么我相信他会突围的 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第二个严重的影响是什么 就这些国际大厂会受到影响 你说南韩的半导体代工业者 没有受到影响吗 当然受到影响 中国大陆最大的市场 你现在不准他卖到那里去 你叫他卖给谁呢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半导体已经是功过于求了 半导体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热门 所以疫情过完之后 这半导体的需求量曾经有一度到高峰 然后现在开始往下走 走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功过于求 库存量太高了 那么如果你在叫这些大厂说 不准卖到中国大陆去 那你叫他卖给谁 包含现在ASMO ASMO最主要的大客户就是中国大陆 然后你现在说他不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 好啦他就算有一个最新的EUV小到像一台巴士 不要说像巴士 小到像一台冰箱这么小好不好 他都没地方可以卖啊 他卖给谁呢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些大厂就听从美国指示的这些 罗罗们的这些大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马上就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啦 这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像ASMO或者是 我们去比一下NVIDIA的黄仁勋 黄仁勋为什么要想尽各种办法 去突破雷蒙多的封锁 哪怕雷蒙多对他呛狠话他都在所不惜 为什么 因为黄仁勋是一个跨国企业的经营者 他知道他要对得起他的股东啊 他知道NVIDIA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大陆 如果我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去 我NVIDIA怎么活呢 如果我没有赚到钱 我怎么继续投入做R&D研发 然后我怎么继续把我的这个企业的营收 拉到这个更好的一个地步呢 所以其实这个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嘛 就当然美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首当其中受伤的 就是这些听美国话的这些大的企业 韩国已经受到影响了 X-MOR接下来马上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接下来你就要看他们能够忍耐到什么程度 他们能够忍耐到亏本到什么程度 然后听美国的话去牺牲自己输血割肉 去听美国老大哥的话 他们能够忍到什么程度 那但是问题是等他有一天他要忍 他要改变的时候恐怕也太晚了 因为当中国大陆自己能够生产的时候 说实话他也不需要这些大厂 不管你是做设备的或者做原料的 他们自己可以完成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ゴー 您的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但没太阳 限前面 对 让我来一duction 这次 写